回到新聞現場來看到這YouTuber超哥 去年五月他駕駛藍寶堅尼 在北市大同區追撞了一名男大生 當下六千元和這位理性男生達成了和解 隔天男騎士是持了宴商單代配出所提告 超哥就被依過失傷害罪起訴 一審判距離十天 理性男子不符上訴 就在今天和解庭上 未來要打大聯盟為由 他向超哥要求賠償六千四百萬元 超哥超級傻眼 大酸生怎麼不講你會拯救宇宙 黑色上衣牛仔外套網紅超哥 數號現身涉零地方法院 因為去年五月他開著大牛藍寶堅尼 違規左轉還撞上前方等紅燈的歧視 雖然當下雙方用了六千元和解 但隔天理性男大生卻拿出了宴商單 提出告訴 他當時提一個數字是五千萬 法官還問他說你確定嗎 一審開庭時理性男子直接就喊出了 五千萬台幣的賠償金 金額之龐大連法官都賺金 最終雙方達成協議賠償二十七萬 超哥也被依過失傷害罪判處十天的拘役 但理性男子不滿結果提出上訴 15號理性男子租著拐杖再度來到法院 這次他更是獅子大開口 我帶了二十七萬主額的現金 要來跟他調解 一進去調解庭 他說他不是要二十七萬 他要兩百萬美金 兩百萬美金相當於新台幣六千多萬 比一審要求的金額足足高出了一千多萬 理性男子解釋會這麼貴 是因為他認為自己未來能夠當上大聯盟的選手 這下因為超哥這一狀 造成自己頸椎退化脊椎側彎 等於毀了自己的前途 以平均年薪四百九十萬的美金來算 自己一共損失了六千多萬的台幣 這一番話不僅讓法官傻眼 超哥也直接很酸 想打進大聯盟想得太美 怎麼不乾脆說自己會拯救宇宙 我想說你是在說聲我鼓喔 但庭上其實我看他們應該都聽不太下去 超哥相當無奈 因為這金額實在不合理 讓他無法接受 案件最終人走法律程序處理 全案將在六月十二號宣判 記得綜合報導